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暗杀者与追击者惨烈斗争》的犯罪动作电影 《从邪恶中拯救我》 男主阿南是一个职业杀手 影片开头,有人给他打电话 让他去杀个人 还承诺这是最后一个 因为来头太大,没人愿意动手 只得找阿南这个狠角色 要杀的人是关东组织的京东分部部长阿芝 他作恶多端是混蛋中的混蛋 这天阿芝接到了莫名其妙的电话 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危险 马上给保镖打电话,没人答应 到窗边一看,所有保镖都被杀了 阿芝警惕地拿起枪乱打 伪装成工人的阿南突然出现 从背后将他勒死 之后阿南来到一个餐馆 取他应得的钱 雇主还问阿南要不要再干最后一票 他给雇主个白眼就走了 虽然说要离开这里 可是他并不知道该去哪 这时在一个餐馆里 刮出了一幅沙滩的画十分美好 他问服务员是哪里 服务员说是巴拿马 好了,决定了后半生就去巴拿马 还找人询问了千居事宜 镜头一转 泰国曼谷的一个女人送女儿去上学 这个女人就是阿南十年前的女友英珠 他们因为一些原因分开后就没再联系 送完孩子后 英珠来到房地产公司 他准备投资一个高尔夫球场 看起来很赚钱 女孩放学后被保姆接走 鬼鬼祟祟的上了一辆车 不知去了哪里 镜头一转 阿南接到中介电话 问他对中介在巴拿马找房子是否满意 还说有个叫金春成的人找他 接着金春成联系到阿南 告诉他英珠现在在曼谷 说是有急事找他 阿南说都是过去的事了 要是再找我就说我死了 另一边英珠女儿丢了 他非常着急 歹徒没有打来勒索电话 警局也无从下手 只能印海报张贴 这时英珠接到电话 才知道女儿是被保姆带走的 对方让他自己带钱去赎人 英珠急急忙忙的离开警局 另一边阿南接到电话 说英珠死了 韩国警察问他要不要领会遗体 阿南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英珠前几天还联系自己 怎么就死了呢 下面是一段回忆 八年前阿南是国庆院 处理国外事务的机密小组成员 由于意外曝光 政府不但将他们解散 而且还派人杀他们 金春成让阿南赶紧走 去哪都行 他却找到英珠告别 英珠简直不敢相信 男友就要走了 而且可能永远不回来 他们一同上了电梯 下电梯时 刚一开门 好几个杀手就冲了出来 阿南跟他们激烈打斗 血都溅到了英珠的脸上 就这样他们分开了 阿南来领遗体 看到英珠身体受伤严重 非常伤心 还得知英珠申报了孩子失踪 在联络栏里 天的名字是自己 阿南有些疑惑 他找到金春成了解到 在他走之后不久 英珠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尽管阿南走了 他还是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阿南没想到 这个失踪的女孩 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另一边雇主联系到阿南 说他最后杀死的阿芝 还有个弟弟叫雷 直到哥哥被杀后 现在到处找杀人凶手 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他是个偏执狂 极其残忍 被他盯上绝对逃不了 相信他很快就能找到你 雇主还告诉阿南 赶紧离开日本 阿南生气的说 你知道和雷有关系 才把这件事交给我的吧 雇主还狡辩说 我早就说过要干最后一票 这个人就是雷 随后雇主被抓了 雷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杀了他 阿南决定去泰国找孩子 终结巴拿联系好了当地的人 方便阿南找孩子 紧接着雷又找到了金春城 把他杀了 简直是杀人狂魔 他还在金春城住处 找到了女孩的资料 由此得知 杀哥凶手要去泰国 阿南到了泰国后 通过当地向导得知 韩国人迁到泰国 通常会雇佣当地人帮忙干灵活 当地人毫无人情味 反而拿钱给保姆 叫他们诱拐这家的小孩贩卖 但是这次不太像单纯的诱拐 因为英诸户头的钱全没了 经过调查身边人得知 有个韩国搞房地产的骗子 在本国被通缉 只得藏身泰国 他以投资房地产为诱饵 专挑一句到这儿的 韩国的有钱人骗 已经接近英诸一年多了 阿南找到这个房地产骗子 把他绑到了偏僻的郊外 他开始还说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做 被剪掉一个手指后 全都交代了 自己是怎么一步步骗英诸的 接着问他孩子在哪里 据他交代 孩子已经死了 是保姆杀的 说完这一切 阿南把他解决了 另一边 雷也追到了泰国 他要抢先一步找到保姆 这样阿南就会自己送上门来 他给了中介钱 男人答应带他去找保姆 结果给他带到一个小屋 锁上卷帘门 屋里有八九个大汉 显然是想敲诈他 还朝着他这么蠢 敢置身前来 接下来就知道谁蠢了 屠夫出身的雷 三下五穿二的 就把这些人干掉了 卷帘门打开后 门口放哨的人都被吓懵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角色 赶紧说 马上带雷去找保姆 另一边 阿南先一步到达 问保姆孩子尸体在哪 开始他还不说 等阿南捡掉他老公手指 见识到厉害才说 女孩没死还活着 他们把女孩卖掉了 现在具体在哪 他们也不知道 阿南又找到当地向导 问问买卖孩子的地点 据向导说 买卖小孩的人是这里的黑老大 贩卖毒品是他们的主业 卖小孩移植器官是副业 韩国日本女孩在这里很抢手 所以动作要快一点 还给阿南找了个人妖 当导游兼翻译 谈讨价钱后就成交了 人妖还说 他不光为了钱 是因为自己也有孩子 所以才会帮阿南 这时贩卖器官的人打来电话 问他们要做什么 人妖说 他们需要肾脏 很快贩卖器官的人 就来接他们去看孩子了 到了后 看到很多孩子被关在这里 仔细一看 没有自己的女儿 阿南告诉他们 自己想要一个韩国女孩 工作人员说 确实有个韩国女孩 不过已经被订走了 阿南听到这儿有些激动 提出要看这个女孩 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工作人员锁上门 让他们在这等 他要去问问老大 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 阿南急咬了 一脚踹开门 问里面的孩子 有没有见过女儿 其中一个男孩说 见过 上午被带去动手术了 阿南看见这些孩子 都做过手术 简直太残忍了 准备把他们都带走 这时雷追来了 仇人终于见面 他们准备大战一场 都是狠角色 一时分不出上下 阿南心里念着女儿 无心久战 赶紧撤退 到楼下 警察接到报案赶来了 正好把这些孩子都救了 人妖也被带走 经警局人调查 是两个韩国人 要买孩子器官 又通过人妖 知道阿南要去找女儿的事 警局人决定去找阿南 杀掉这个闹事的人 另一边 雷来到了一个武器商店 袭击了好多精良的武器 准备对付阿南 阿南顺着线索 来到了一个破旧村子 发现了一个制作足球的场子 他们就把女孩 藏在场子上面 阿南在另一个楼上去 通过破窗户 正好看见个女孩 他大概确定 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接着就看见来人 把女孩抓走 阿南赶紧开车追 而这时 警察也在后面追他 走道半路 雷带着精良武器来了 警察发现又一个狠角色 就跟雷打了起来 双方相斗时 阿南趁机跑掉 在手术前 及时救下女儿 阿南找个地方 简单处理一下伤口 看着从未见过的女儿 满眼柔情 接着阿南联系了中介 定好要走的航班 准备带女儿远走高飞 另一边警察局在开会 局长非常生气 则过他们这点事都办不好 手下说 我们只想抓个韩国人 没想到半路 杀出个全副武装的家伙 才把事情搞大了 这时 雷扛着枪和炸弹出现了 他们达成协议 一起抓阿南 此时女孩醒了 阿南怕孩子接受不了 只能自称叔叔 说自己和妈妈是好朋友 还会送他回家 阿南给人妖打电话 希望他能帮着 暂时照顾一下孩子 他跟雷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人妖怕惹上危险 没有答应他 阿南带着女儿 买了新衣服和玩具 似乎想弥补些什么 接着带女儿到了酒店 还请来医生给他看病 孩子没有外伤 但是精神压力很大 一句话也不说 阿南安慰孩子 说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他的 无论如何都会回来 由于天然的血缘 临走时 女儿抱住了他 阿南强忍着眼泪 看到这 观众不免被这个真情实感打动 阿南来到酒店后的弄疼 找到负责偷渡的人 拿到手续返回时 酒店里早已安排好 等着抓他的人 一番打斗 阿南腹部中刀 但他还是坚持的回到房间 看女儿 雷显然在房间等候多时 阿南一进来抓个正着 接着雷把警局合作的人 都打死了 因为他决定亲手解剖阿南 方姐心头之恨 随后他们兵分两路 女孩装着行李箱 由雷带走 阿南由雷手下带走 到了地下车库 人妖也在这里 看见阿南被抓上车 他蒙踩油门撞车 救下阿南 雷没注意到这些 继续往前开 阿南很快追上了他 打斗中 雷一刀击中了阿南心脏 阿南请急之下 拉开手榴弹 在爆炸瞬间 他用力抱着箱子 不让女儿受伤 这时人妖及时赶到 确认女儿没有受伤 阿南让人妖 带着女儿赶紧离开 目送他们走后 阿南拉响手榴弹 和雷同归于尽了 人妖找到阿南留下的箱子 里面有大量的钱 还有千岛八丈马的文件 最后人妖遵守承诺 真的带着女孩去了那里 开始了无忧无虑的新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从邪恶中拯救我这部电影 剧情非常简单 动作戏特别凶猛 人物十分个性 场面有些火爆 造型很是突出 个别段落揪心 两大杀手火爆对决 一个尚存人性 另一个变态至极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